现在春季蟹爪蓝都开始长出非常多的新芽新叶出来 但是如果你的蟹爪蓝这个时候发芽发的非常少 甚至是不发芽 那么怎么办呢 用上三招就可以让你的蟹爪蓝多发芽 首先第一招就是要给它撸叶子 最好就是把顶部的一些相对比较弱的 或者是呢比较发软发红的这些叶片呢 把它全部摘掉 摘掉的同时呢 也要保证蜘蛛的处于一个比较饱满的猪形的状态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给它增加光照 增加光照有利于叶片进行光合作用 可以积蓄更多的光合产物 让叶片的光合产物增多 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长得更壮 而且呢也有利于它发芽 第三步最关键的就是要施肥了 在生长过程中如果肥不足 它这个芽呢自然长得比较少 而且长得弱 而施肥主要是要以氮肥为主 其他营养元素也不能缺失 我们可以每七到十天给它交换一次 这个畜生长营养液 也是一个含氮量偏高的全营养有机液肥 大概七到十天使用一次 可以补充生长时需要的各种养分 在养护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你的蟹爪蓝才能够多发芽发壮芽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谢谢 谢谢